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疫情期间还主动捐赠医疗设备 他不仅是位影响力明星 还十分的热衷公益捐献医疗设备 这些优点的集中体现 正是国外报纸盛赞他的原因 一个正能量的明星 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男明星 肖战自2021年迎来事业顶峰 被众多影视剧邀请出演角色 有着强大的正面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在国内 此次马来西亚报纸的报道 正是验证艺人肖战 在国外也同样备受追捧 不得不说 肖战堪称娱乐圈当下 发展势头最强劲的顶级流量男明星 其自带的流量号召力 更是很多同行无法相比的 早在多年前 电视剧陈情令的爆火 肖战就凭借魏无限的精彩演绎 当时在国际上 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如今的肖战 演绎事业蒸蒸日上 各大网页及评论区 粉丝和网友的认可中 内于艺人被国外媒体夸赞 也算是一种荣耀 其实 在去年7月份 肖战已经出现在 国外报纸的文章中 新加坡当地畅销的海峡时报中 报道了某品牌官宣 肖战为品牌代言的消息 众多品牌的眼光独特 足以证明肖战的商业影响力 正面阳光形象与流量的强劲号召 在所有的国内明星中 属于现象级 自肖战走红以来 以编剧汪海琳为代表的 老一辈影视工作者们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 表达过对肖战演技与实力的质疑 汪海琳多次阐述对肖战的认知 甚至上升到流量明星走红模式的角度 称肖战并非个例 只不过是一个缩影 谢谢大家